星巴克在世界各地都有咖啡店 截止2020年5月 星巴克在六大洲的79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约31256个门店 在中国最快的时候 每15个小时 就会有一个新的星巴克分店开业 但是有一个大洲的情况 似乎对于这家总部位于美国西雅图的 咖啡连锁店毫无兴趣 这片神奇的大陆就是澳大利亚 咖啡证明是世界上最难攻克的市场之一 很难想象在2008年 在澳洲的星巴克 关闭了超过三分之二的门店 那么星巴克与澳大利亚之间 到底是谁出了问题 那我们还要先来看看 澳大利亚的咖啡历史 澳大利亚的咖啡市场 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市场之一 预计该行业在2018年的总收入 超过了60亿美元 自1990年 中期以来 澳洲人就一直沉浸在不同的咖啡的细微差别中 早期的澳大利亚是一个纯移民的国家 当意大利和希腊移民开始前往这片神奇的土地时 那里的移民们向澳大利亚人介绍了 意识浓缩咖啡 Espresso 而到了1980年代 澳大利亚人已经完全融入了 意大利人带来的咖啡文化 比如我们常常去咖啡店买的 Macchiato这个词就是来自意大利语 意思就是印记烙印的意思 而到了澳洲 Macchiato被不同的地域定义了不同的冲调方式 比如Melbourne Macchiato Perth Macchiato 甚至澳洲人还发明了Flat White 这样独特的澳式咖啡 由此可见 澳大利亚的咖啡文化 天然被赋予了意大利风格的基因 以及自己独有的口味 那么也就是说 这位后来者 星巴克 Starbucks 既然是一家美国公司 那么当然 引入的更多的是美式风格的咖啡文化 这本身就有点格格不入了 前期的星巴克 也没有刻意为了迎合澳洲的顾客 制定本土化的菜单 导致顾客们往往点不到他们 同时就已经习惯了的口味 而且在澳洲喝一杯咖啡 可能更加的纯粹 更像是早上能让人们振作起来的功能饮料 并且 星巴克的基本菜单上 提供了很多澳大利亚人 并不太喜欢的含糖制品 这也是星巴克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 口味 毕竟在澳大利亚 当地口味和美国的口味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们真的不想要在咖啡里有很多的糖 数百盎司的糖 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另一家美国咖啡公司 在澳大利亚得到了蓬勃发展的公司 1979年 它创立于美国芝加哥 同样也是在美国 但是在2014年的10月 已经被澳洲公司给收购了 因为他们在澳洲是第一大咖啡品牌 他们的名字就是每一个澳大利亚人都知道的 Gloria James 中文名字叫高乐亚 他们在澳大利亚拥有着星巴克无法撼夺的信息 Gloria James 在澳洲有400多个地点 每年为澳大利亚的3500万消费者提供服务 那么Gloria James 在澳大利亚做了什么 星巴克没有做到的呢 是的 我们要承认 这家公司找澳洲的成功 还要感谢两名最先拿到特许经营权的澳大利亚当地人 很好地做到了本土化的感人 以及 比星巴克在澳洲更悠久的历史 1996年 Gloria James就开始在澳大利亚开设分店 直到今日 该公司找澳大利亚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分店 至于它可以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 因为它们的菜单 Gloria James 提供各种意识浓缩咖啡和特色咖啡 这很适合澳洲人的口味 对于星巴克来说 未能使其菜单适应澳大利亚咖啡文化 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再来看看星巴克在澳洲的历史吧 这里我们也能发现一些他失败的蛛丝马迹 2000年7月 当星巴克在西尼开设第一家澳大利亚分店时 并开始迅速口章 到2008年 星巴克在澳洲就拥有了87家门店 他们试图快速地发展自己美式咖啡帝国 迅速开店 但并没有逐渐地整合澳大利亚这么庞大的一个市场 导致这个外来的咖啡界的巨头 迅猛地占领市场的同时 并没有给澳大利亚消费者带来什么实质的好处 也没有给机会和时间 去真正树立星巴克品牌 在澳洲人心中的口碑 只是一味地吸引眼球 攻城掠地 附近让人有些反感 更可怕的是 他们还搬进了某些城市的郊区 进入社区小市场 因此对于澳大利亚消费者来说 在他们还没有搞清楚 星巴克和普通其他咖啡间 有什么差别的时候 他们还在犹豫 是否真的有必要去喝一杯星巴克的时候 当澳洲的消费者们 还在下意识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时间不等人 扩张过快的星巴克在澳洲 运营的头七年累计亏损了1.05亿美元 到了2007年 星巴克澳大利亚分部就陷入了困境 他们不得不接受来自美国总部的巨额贷款 总额高达5400万美元 之后的一年里 2008年 星巴克更是宣布关闭61家澳洲的分店 当然 这里要说明的是 2008年对于企业来说 都是坚韧的事情 毕竟这一年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2008年星巴克在美国 也关闭了600家表现不佳的门店 而相对于口味差异和扩张过快 更主要的是 星巴克的收费比其他的咖啡都要高 看来澳大利亚人更愿意选择 以较低的价格 从他们信任的当地的咖啡室那里 购买他们本来就很喜欢的咖啡 有知道在星巴克来澳洲之前 澳大利亚的咖啡市场 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市场之一 他们在咖啡方面的消费很理性 很成熟 因此没有动力因为品牌的溢价而买单 听到这些 你是不是以为星巴克就已经离开澳洲了 与此相反 星巴克并不愿意承认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失败 他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卷土重来了 这次他们改变了策略 因为他们看到了澳大利亚是一个极为重视 国际旅游的国家 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的游客最多 就于星巴克在中国非常成功 本身又是美国的产品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在旅游区建立自己的品牌 看起来会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你不得不承认 有很多人都是习惯寻找他们熟悉的东西 在旅游上地 黄金海岸 布里斯坦 以及澳洲最重要的城市 墨尔本和新尼 你还可以看到星巴克 但这次他们并没有真的打算去吸引当地的澳大利亚人 相反 这家咖啡巨头希望前往澳大利亚度假圣地的游客们 只要让这些在自己国家已经习惯喝星巴克咖啡的老顾客们 看到这张本就已经熟悉的墨绿色的双围美人鱼 就愿意下意识地掏钱买单 同时这里还会有来自全球的国际留学生 这对于星巴克来说也是一个潜在的机会 从疫情之前的数据来看 2017年到2018年 澳洲接待了900万名游客 这些国际游客仅在一年间就花费了超过300亿美元 因此游客可能是保持这家美国公司在澳洲生存 和防止再次倒台的关键 但很不幸疫情的冲击让全球的旅游业陷入停顿 不知道下一步在澳大利亚的星巴克又要怎么做呢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这里是好说好说的节目 喜欢就请订阅分享转发 我是好生 我们下期见 拜拜